怀疑丈夫出轨 我花重金收集她出轨的证据 可谁知她竟然也怀疑我不忠 也在收集证据 3月8日当天晚上 我和布里关系不错的几个女同事去KTV喝酒 酒过三旬后我断片了 第二天去公司 他们纷纷朝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先是大齐 大齐和小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齐字 故而我们都这么称呼他俩 大齐和我关系最为要好 我俩宫位也是紧挨着 今天早晨刚进办公室门 大齐就朝我投来一个白眼 紧接着就是爱搭不理的回应 和她平时对我的态度反差极大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大齐 明明前一天晚上她还搂着我的脖子喊 说一直把我当她亲妹妹 这才过了一晚上啊 纠结半天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去隔壁办公室找了小齐 小齐 昨天晚上我们玩到很晚吧 小齐的回应前沿不搭后语 闪烁的眼神好像故意在回避我的问题 呃 那个 哎呀 是很晚 但也正常吧 哎 尤其最后那声叹息 让我心里毛毛的 小齐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为人耿直 职场新人也没什么新言 平时说话都是口无遮拦 怎么今天吱吱呜呜的我酒量不好昨晚喝到一半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拉着小齐继续往下问非要绝第三尺不可你怎么样昨晚散会去哪了搓麻将去了小齐不自然的捋了捋她的空气刘海摇头回应不应该啊不是说好了唱完歌去搓麻将吗烟结把你送回去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还怎么去啊小齐欲言又止 剩下的半截话被她淹了回去 随便找了个理由走了 原来是楚嫣把我送回去的 她一个女人 怎么把我扛回去的 大齐小齐为什么不搭把手 况且 只有小齐才和我顺路 楚嫣家和我家完全是两个方向 难道只有她没罪 怎么说都有点说不通 楚嫣性格内向 心思缜密 是和我同意批入职的某种程度而言 和我是竞争关系 但我们那批入职的十几个人里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我和楚嫣 所以即便有竞争 关系上也都还过得去 当然 楚嫣心知肚明 我老公是公司总经理 她和我没有争的必要 提起豆哥尼斯我活分清刚下 不如实时务者为俊杰 借此关系稳固发展 例会结束后 我在电梯口堵住了形色匆匆的楚嫣 比起大齐小齐 楚嫣明显已经知道我的来意 她交代完手中的工作 便和我一起来到楼梯间 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去的 楚嫣点头 我想或许只有烟友 才能在此刻敞开心扉 就像我昨晚借酒消愁一样 也是我递给她一只女士香烟 但楚嫣推回去拒绝了 我有点不安 按照平时她是不会拒绝的 昨天晚上谢谢你了 装镇定 问道 昨晚上我叫南魔陪酒了 啊 楚嫣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 你平时有这爱好 是 是马总满足不了你吗 看来不是 那我有没有说一些奇怪的话 比如吐槽马寻渊之类的 还是说 我停顿了许久 心跳不自觉加速 还是说 我提到过别的男人 楚嫣继续看手机 手指滑动屏幕的速度极快 我不会是跳了钢管舞之类的吧 我昨晚上到底说什么了 还是做什么了 几番追问下 楚嫣最终陷入沉默 空气在窄小的楼梯间停止流通 给人一种窒息感 没什么 楚嫣看着我笑笑 掐灭烟头 走了 下班时间 红岛咖啡厅已经坐无虚席 我点了杯卡布奇诺 几口喝完不能消愁 正准备扫码再点一杯时 被温超拦住 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被发现了 我说 温超轻渴两声吻下情绪 沉默许久才松口气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摇摇头 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凉意从脚底升起 我把温超停在半空的手推回去 接着又扫码点了杯咖啡 温超是我大学时期的师兄 与我相识多年 我入职这家公司一开始也是因为他 谁知后来被马巡渊截狐 入职第三个月便确定了关系 童年年底便闪婚嫁进马家 同事们都说我命好 确实 马巡渊对我还算不错 他以为的不错 从结婚到现在 大到婚房的装修设计 小到卫生间的厕纸品牌 家里的大小事物 几乎都是马巡渊说了算 三十一岁生日那天 马巡渊陪我逛街买礼物 我兴高采烈地挑了几件裙子去试一件 隔每回出来 马巡渊都是瘪着嘴摇头 那人好像在说 你这什么眼光 真是丑得掉渣 我渐渐学会迎合他的喜好 他喜欢白色 喜欢吃卤菜 喜欢游泳和橄榄球 我逐步变成马巡渊的完美爱人 却也在伪装途中 成了一个脸上堆满笑容 心里却无悲喜的两面人 冷卧和疏离让这段假性亲密关系愈演愈烈 终于有一天 马巡渊问我 你是不是还爱着那个姓温的 肯定的语气似乎并不需要我的解释 她一贯如此 而我能回应她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沉默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 马巡渊和我似乎都意识到 当初那个充满激情的我们不在了 但好在 婚姻里虽没激情 却也能解决生理需求 一对成熟的夫妻不真该如此吗 可那之后的某个夜里 马巡渊突然递给我一张检查单 说她不行了 你还这么年轻 史路多了 我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能治好吧 马巡渊摇头 表情过于浮夸 治不好又如何 你总不会为了这离婚的 想了想 马巡渊确实很久没碰我了 她工作越来越忙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偶尔几次深夜较凉 一身酒气也让我没了兴致 我很苦闷 三十好几的年纪正是欲望最烈的时候 可等待我的却只有无尽空虚 一次午后 我去红岛咖啡厅闲坐 无意碰见也是独自一人的温超 两杯卡布奇诺下肚 她讲她的烦恼 我素我的忧愁 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温超和马巡渊完全是两种人 温超永远不会像马巡渊那样 无论什么事都只是通知我 好像我只有服从她安排这一条路可走 在马巡渊那里 我像个没主见的假人 一个提线木偶 一个性感漂亮且家属不错的傀儡 就连她不行这件事 我也只能被动的选择接受 还得装作心疼的说 我怎么会为这种事和你离婚呢 在马巡渊眼里 我和那些她曾经送过的花没什么区别 她心情好时浇点水 忙起来忘了也就忘了 只要确保花不死就行 于她而言 养花和养人是一个道理 3月8日那晚过后 我在坠坠不安的日子里胡思乱想 彻夜难眠 最终还是忍不住破防了 周五晚上公司聚餐结束 我特意拦住席间不接我话的大旗 这样僵持了大约半分钟左右 我开门见山问道 那天晚上之后你就不理我了 为什么 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敞开说 至于这样吗 你想多了 大旗弯着腰 眼神还在躲藏 那天晚上我到底说什么了 说实话 他们三个人里 我还是更信任大旗 大旗沉默 眼珠子左右晃动 我提到什么人了吗 大旗深吸一口气 望向窗外 看样子还是不打算和我明说 迫不得已 我又和她打了感情牌 大旗 你是我在公司唯一信任的人 如果你都对我这样 那我 那我真是活着太失败了 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 恩 大旗拗了半天 最终点点头 财务部的温超 这些感瞬间油染而生 但几乎是同一刻 我和大旗的肩膀也都松弛下来 然后呢 我还说什么了 你说她是你师兄 这几年一直很关心你 还 还说 还说什么 我故作镇定 还说想和她那个 大旗声音越说越轻 你还躺在楚燕怀里 叫着温超的名字 天啊 天啊 居然是这样 心脏在一阵狂跳之后 终于趋向平缓 那就是小旗和楚燕也都知道了 我苦笑 所以你觉得我人品差 不理我了 马总对你那么好 你不该这样对她 大旗低头看了眼手机 继续说 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手都没牵过 啊 大旗脸上略过一丝惊讶 但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没 没那个 这件事情我会和马寻渊解释清楚的 我岔开话题 所以在此之前 你别跟她说 大旗一时愣住 眼神周转了几个来回又转到我身上 那个温超有什么啊 一个会计 马总说让她滚就滚了 你和马总是一见钟情 为了温超那一时之欢丢掉真爱 不划算的 你好像认定了我和温超发生过那种事 我明明上一秒才说过 我和温超连手都没牵过 没有 没有 大旗连忙摆手 好像从上一刻起 我和大旗见的的势头就有所转变 本来占据上风的大旗 在我明确回应和温超没发生过什么事之后 态度突然软下来 我觉得大旗有点奇怪 那天晚上你也喝多了吧 听说是楚燕送我回去的 我们几个都没喝多 倒是你 一杯接着一杯 后面直接对瓶吹起来了 我看你是有意想把自己灌醉 大旗说完这句话还叹了口气 说实话 那晚我确实想借机吐露点什么 太憋屈了 嫁给马巡渊太憋屈了 但这个憋屈不是身体上的 和那方面没关系 我常想 如果当初父母不是催得那么急 如果三十岁不是女性结婚的年龄侃 我或许会在婚姻这件事上再斟酌几番 不一定是温超 但肯定不会是马巡渊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马巡渊这周出差 我可以懒散一点 洗完澡敷着面膜逛直播间 就在这时 楼下的门铃声响了 会是谁呢 我和马巡渊很少在家待客 而且这个点了 穿上衣服 打开监控门铃 我在黑暗中盼见一个面目猙獰的长发女子 我有话跟你说 开门 她突然贴过来 着急忙慌的表情更显其眼白突出 我下个一咄嗦 不由往后退了几步 定睛又看了几眼才认出那是楚燕 这么着急 我很少见楚燕这副作派 把楚燕迎进门 她立刻气喘吁吁道 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还是想和你说 她停顿了一下 那天 那天只有我说的话才是真的 我反应几秒 正正地看着楚燕 她接着说 那天你喝多了 跟烂泥一样躺在沙发上 我们几个怎么叫都叫不行 你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 后来是我找人把你一起送回家 就这样 楚燕一口气说完 捡起桌上的水杯一饮而尽 我盯着那个属于马巡渊的水杯 愣了一秒 几天前的水了 楚燕打了个响嗑 有点不自然地把水杯放回原处 我切回正体 所以大齐和小齐在和我演戏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马巡渊交代的 大齐解释 完成她给的任务 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 我闻之一浪 不是经营马巡渊 发现我和温超的事 也不是好奇那笔丰厚的奖金 到底有多少钱 而是吃惊楚燕 竟直呼马巡渊的大名 马巡渊虽不在 但他们平时都习惯称她马总 马巡渊交代你们配合我演出戏 然后借此套话 找到我出轨的证据 我猜想 大齐那天应该在身上装了录音笔 我站起身 在原地转了半个圈子又转回来 问 那你为什么没继续演下去 毕竟是一起进公司的 多少有点情分在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你别揭穿我 我还是想在公司干下去的 马 马总那边我得罪不起 这回她倒是又改口叫马总了 我却又再次陷入自我怀疑中 楚燕这是玩哪一出 有回我闲着无聊翻家里监控 无意间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从家门走出去 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半 那个背影就是楚燕 说她俩清白 谁信呢 从那以后我就有意无意地观察楚燕 直到上上个礼拜发现她去了医院 我花重金打听到她怀孕了 惊讶同时 竟意外查出马学院那张用PS弄出来的杨伟诊断书 很滑稽吧 堂堂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出轨后竟还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套路我离婚 觉得我傻 可按照常理 楚燕应该和马学院沆瀣一气 拿到我出轨的证据后和我谈判离婚 我是顾错方 不会分走马学院的钱 她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嫁进马家 那为什么 为什么又来这出 是因为大齐那天没拿到重要证据 还是说 你还是好好向马总道个歉 好好过日子吧 楚燕突然拉起我的手说 马总会原谅你的 我一惊一笑 原谅我什么 我怎么了 既然我没暴露 谁也不能说我就是出轨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楚燕瞬间严肃起来 你们真的只是喝咖啡吗 你选择站到我这边 马寻渊不会找你麻烦吗 这回 楚燕倒是主动交代 说实话 我确实需要一笔钱 不过这笔钱是你给的 还是马总的我不在乎 只要你选择马寻渊 好好和她过日子 我还可以帮你说好话 喝咖啡就是出轨了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完全可以自证清白 有些证据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楚燕凑近我 片刻又离开 再说了 你也不差钱 就当花钱买婚姻 买清净了 我觉得楚燕很可疑 但又说不出为什么 只能先顺着她的思路往下捋 没了 楚燕见我始终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 突然焦躁不安起来 你不会真的爱上温超了吧 和马寻渊约谈的地点是我选的 一家杭帮菜 是温超喜欢的口味 也是和她周末约会的碧翅膀餐厅 可是今天 温超拒绝了和我约会 说公司有事 恰巧马寻渊出差回来 我觉得选在这个时间点和她摊牌最合适 等餐的时候我抽了根烟 嫁给马寻渊后 抽烟和出轨帽的风险一样 都是见不得光的事 你知道我不喜欢吃行帮菜的 马寻渊和我相对而作 把我手中的烟抢过去灭了 她一向如此 我并不生气 附近有好吃的卤菜馆吗 马寻渊把菜单盒上 扔到一边 我不喜欢吃卤菜 但还是机械般的点开手机 在附近餐厅那一栏上面点了下 其实我也不喜欢吃行帮菜 但每次和温超来吃 总是心情愉悦 只是闻味都觉得香 就像现在 我寻着香味看过去时 正巧碰见一个女生背影 菜很快上拳 她用筷子把一大块肉夹进对面温超的碗里 温超翘着下巴 腮帮子撑得满满的 一边说话一边给女生盛汤 我一场冷静 只是视线也很难从两人身上移开 那女生的背影好像大旗 无论是身材还是发型 都很像 我甚至自责和大旗关系这么好 竟认不出她的背影 甚至还会认错 女生招呼服务员拿瓶酒来 被温超制止 不用了服务员 她声音很大 随即拽住女生的手腕 怀孕了不能沾酒 你一个人喝 那多没意思 温超用叉子插起一块肉 塞进楚嫣嘴里 是楚嫣 不是大旗 是镜像珠子般在瞬间串联起来 和温超的点点滴滴在我脑海中如月时滚日 终究穿过层层云雾铺开在我面前 原来昨天楚嫣三番五次的确认 我有没有爱上温超 是这个原因 楚嫣或许从没想过嫁给马寻渊 因为孩子也不是马寻渊的 楚嫣和大旗小旗一样 按照马寻渊的吩咐陪我演戏 但和他俩不同的是 楚嫣怕我真的摊牌离婚 怕我真的和温超有感情 比起看我离婚 他更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笔风投费 然后井水不犯河水 那么 谁会真的希望我离婚呢 是那个和楚嫣背影很像的大旗吗 监控中深夜拜访我家的那个背影 有没有可能是大旗 毕竟那晚夜色匆匆 监控的像素不高 我也没有看见对方正脸 我正想着 马寻渊敲了下桌面 咚的一声 我抬起头 内心也像刺客发出的碰撞声一样 仿佛被某个尖锐的力气刺了一下 东 声音还在回响 要不就在这家吃吧 我饿了 马寻渊不得已打开菜单 随便点了几个推荐菜 卤菜再好吃也会吃腻的 偶尔尝点线不好吗 那是你 马寻渊一有所指 我就是从一而终 我还是遇到了温超 一样的午后 一样的红岛咖啡厅 那天晚上是你帮 楚燕把我送回家的吧 温超用喝咖啡演示尴尬 但情绪还算镇定 你吃醋了 我琢磨了一下 向他伸出手 见你的手机一用 温超直愣愣地盯着我 不得已还是把手机交了出来 我关掉手机里的录音功能 把手机还给他 什么时候发现的 温超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但到底还是比先前放松了些 昨天 我笑了笑 楚燕为什么非要你去那家餐厅吃饭呢 温超愣住一秒 随即避开了我的问题 红烧肉确实很好吃 是啊 不过孕妇还是要控制体重 吃太多油腻的对胎儿不好 对不起啊 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 楚燕怀孕了 我还没买房 我们需要一笔钱 温超抿住吸管 但是和你一起聊天的这段时光 我真的开心 所以也很纠结 我一直希望你能早点戳破 这样 这样我也就解脱了 说到这里 温超还拿出手机给我示意一下 意思是没开录音 说的是真心话 可那都不重要了 楚燕运想要钱 又怕我和你有真感情 他可真贪心啊 我自嘲般的笑笑 不过 最可恶的还是马寻渊 他以为我看见温超和楚燕吃饭会吃醋 发飙 这样他就可以借题发挥抓个现行 可惜 他太过淡定的情绪出卖了自己 而我和温超也确实没有愉悦的感情 我盯着后排的男人看了那么长时间 马寻渊竟然问都没问 甚至他连头都没回忆下 这太不符合常理 尤其对于马寻渊这种敏感多疑的人 他之前怀疑我和温超有一腿 不惜费劲扒出我们在大学时期的合照 而昨天我盯着温超目不转睛的时候 他竟没反应 由此可见 楚燕是按照马寻渊的吩咐 故意选择了同一家餐厅吃饭 以此试探我的态度 如果马寻渊在温超这个白月光上都找不到突破口 那他也很难再找到引我上钩的人选 反倒是马寻渊 该怎么解释他和大琪的那一碗 我有点期待 我把监控视频又调出来检查一遍 特意把那个神秘背影从我家离开的那段发给大琪 不过三秒 大琪承认 对 那就是我 我们约在小区附近的公园见面 这回换我带了录音笔 我倒要看看 被闺蜜出轨的这种狗屑桥断在现实上演 到底有多刺激 直接说正题吧 我直接了当问 那天晚上你去我家干嘛了 汇报工作 大琪以着栏杆看向公园的人工湖 似乎早就编排好了发言的内容 我的业务你是知道的 有些东西涉及保密 只对马总做汇报 什么重要内容啊 要十一点半去家里讲 你和温快界周周喝咖啡 有什么话题可讲 大琪表情演得有点夸张 不我想起来了 你们是大学校友吗 你大学时期就很欣赏他来着 还说是他的小迷妹 三月八日那天晚上 你们联合起来把我灌醉 然后让楚燕和温超把我送回家 目的是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我告诉你大琪 就算拍什么酒后师太艳照 我也不会认得 你们这是栽赃 大琪默然失笑 栽赃 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楚燕和小琪是为了钱 你自然是想小三上位 说到小三上位这几个字时 我心里突然有点难过 说实话 我和马寻渊虽然是表面夫妻 但想到他要娶别的女人 过上新生活 拥有新人生 我的心脏还是不可避免的隐隐作痛 我爱马寻渊吗 马寻渊爱我吗 不知道 我们太久没说爱这个字 基本的关心和问候都很少 我爱你这句话更像婚姻里的分水岭 不说爱 不沟通 我们就没了期待 心不会痛的同时 爱情也不自知的懈怠下来 大琪沉默着 直勾勾的盯着我看 像看动物园里从没见过的动物 亏我还一直把你当 我仰起下巴 说得正兴奋时 大琪突然冲过来打断我 大琪比我高壮 劲自然也比我大些 所以她伸手扒拉我时 我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当我回过神把衣服抢回来穿好时 她又把我包抢过去反倒过来 包里的东西哗啦啦一股奶的全摔在地上 化妆镜 卫生巾 隐形眼镜盒 蓝牙耳机 还有一支录音笔 大琪若有所思地捡起地上的录音笔 双手插腰叹了口气 不是 不是 你真觉得我会出轨马循渊 我被大琪突如其来的这句话稳住 一下子涌上心头的疑惑和情绪缠绕在一起 竟让我有点迷惑 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发自内心的期盼大琪和马循渊没关系 这段时间我过得浑浑饿 积累的线索和新线索互相交织缠落 让我急需一段空白时间来独自思考 可我却没有独自思考的时间 像一头被鞭打的鳞 被人推着往前走 累了也不能停下来 你就是聪明的 过了头了 大琪若有所思 你和马循渊都一样 不愧是夫妻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话看来是真的 什么意思 大琪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错漏了什么信息 不应该啊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虽然大琪发现了我包里的录音笔 可我那衣里还藏了一只 只要套出他和马循渊出轨的证据 他们的奸计就无法得逞 你们开始多久了 我努力保持淡定 只要你和我说实话 我还当你是姐妹 反正我也没孩子 我可以和马循渊协议离婚 不会分走太多钱 然后呢 你去找温超 咱们就别多圈子 也别互相套话了 我说大琪 我和温超真的什么都没有 大琪无意延长视线 看向我身后的更远处 真的什么也没有 我点点头 骗人死全家 我也没出轨马循渊 大琪举起左手 伸出三个指头来 我发誓 出来吧 大琪朝我身后喊了一嗓子 随即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天晚上送你回家的人不是温超 是马循渊 我寻着大琪的背影望过去 看见马循渊一脸得意的从草丛后面的凉亭走过来 他整理了一下衣领 原本微卷的额前最发好像被刻意拉直过 实在与他平日说一不二的作风相拟吧 我愣在原地看着马循渊的笑容思虑良久 悄无声息的时间缓缓流走 在规律的知了叫声中显得分外惊奇 那个 等了足足一分钟后 马循渊终于问我 你衣服里的录音笔要不要拿出来 你早就知道 我反应过来了 有点尴尬 你非这么大劲 绕这么大个圈 究竟在试探什么 你既然没出轨 为什么想抓我出轨的证据 马循渊低着头 像在组织语言 你不是也在抓我出轨的证据 马循渊乱吞吞打 你在试探什么 已经话敢话说到这 我也就全盘突出 我查出你那张阳尾诊断书是假的 也就是说 你有意避开我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女人 对 是假的 马循渊大方承认 我是想看看你欲求不满以后 会不会和那个姓温的发生点什么 这不就查到你们周周喝咖啡了 你们哪来那么多聊不完的话题 我那是做给你看的 我察觉出你有问题 所以才想引蛇出动 我们尴尬的看着彼此 处在原地反应了好长时间 总算明白了 马循渊想通过一张阳尾诊断书来试探我的底线 看我会不会出轨 为此他特意叫大齐去家里汇报工作 由于亲近楚嫣 目的都是为了让我吃醋 看我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当然 3月8日那局的目的也是如此 酒后吐真言 是他最后的一张底牌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我察觉出他的一样后 也在用同样的办法试探他 你像冰块一样冷 马循渊干巴巴的回复 从结婚到现在 你虽然很听话 但却像个机器人一样在完成指令 我说东就是东 我说西就是西 我有时候真怀疑你对我有感情吗 你知道同事们背地里怎么舆论我吗 说你就是为了钱 为了我总经理这个位置才选择我的 说你心里一定还有别人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越说越气 你尊重过我的选择吗 你知道我喜欢花 喜欢看电影吗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口味的奶茶吗 你只会让我吃得清淡一点 爱好简单一点 还逼我看不喜欢的橄榄球比赛 马循渊似乎被我这句话惊住 起伏的胸口上下好几个来回才缓和下来 那 那你可以说啊 我以为你按照我的想法做 是认可我的建议 我被马循渊的这句话揭住 气血冲上脑门 行 你真行 你夺断专行叫我认可你的建议 那你也看看我的建议 之前以为马循渊有了小三 我要体面离开 早准备了离婚协议 这时候拿出来 却见马循渊一下慌了神 别啊老婆 是我对你了解不够 对 对不起老婆 都是我的错 我 我试探你也很不对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短短一分钟时间里 马循渊接连挂了三个工作来电 他把协议书捏得发皱 眉毛垮下来 像淋过一场大雨 你知道我的 我 我对你 我想做出改变 我只是 患得患失 我沉默 试探马循渊的我不也在患得患失吗 马循渊小心揣夺我的神色 靠近我 你也 试探我 那是不是 你 也爱我 你是在意我的 对吗 老婆 我垂眸不答 这个问题或许在我打算离婚的那一刻就有了答案 我的心会痛 会不舍 会有期待 我当然在意马循渊 马循渊撑起伞 遮住我后刺眼的阳光 他离我更近了 我的头顶和肩膀掠过一丝清凉 老婆 这半年委屈你了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寂寞 我想推开他 推到坚硬的肌肉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 半年有那么难忍吗 就一定会寂寞吗 老婆好狠心哪 这半年来我是很难忍的 尤其是 尤其是 你躺在床上给我一个后背的时候 那还不是因为你每次都 马循渊一下笑了 试探着拉住我的手 老婆 这可是公园 要不 回家说 天宫似乎能听见我们对话 忽然又下起小雨 公园里无处可去 马循渊拖着我往前走 在附近一家便立点停住脚 我读出他的意图 轻轻拽了拽他胳膊 别买了 家里剩的好多还没用完 谁说我是要买那个 马循渊故作坏笑 把伞往我这边推了推 是买窗可贴 省得你后面又说膝盖疼 我一巴掌拍上去 却被他拦腰扛进了电梯 爱麻 答案是肯定的 只是生活总让我们忘记表达 忘记倾诉 让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 兜兜转转两两为敌 却在一段本以为破烂不堪的关系中找到了一丝平衡 所幸是有人品兜底 这场战役中以闹剧收尾 无人出轨 实乃万幸 那只要是一道理 儿团 2 7 7 8